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今天来上版 上什么版呢 我刚买的兰花道了 这个是Meshima的剪牙的株 简单说它就是剪下来以后 因为有些Meshima的个体很漂亮 像这个个体就非常的漂亮 这个个体非常漂亮 如果我想要这个个体的话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剪牙 把这个牙剪下来 剪牙的时候通常大部分外面卖 就是三头 一个两个三个 你看三个牙 三个牙的话 其实是一个标准款的大小 你可以看它这边有长一个侧牙 你看这个侧牙 这个是一个牙点 这个就不要伤到它 这个未来会长新牙 会长新牙 通常它会把根修得短短的像这个 所以你来的时候 根就要重长 这时候Meshima其实是一种 我们叫 它中文名字应该叫什么 大花加德利亚兰 但其实它花不是很大 算普通 但它很有野性 这颗是蓝色的 后面这个学名 C-O-E-R-U-L-E-A 这个就是蓝色的意思 所以这颗是一个 这颗的Meshima 它花很大 这颗是花很大 然后再加上它是蓝色的 所以它的颜色很漂亮 那这时候呢 想要把它做上板的动作 上板需要几个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你的植株 你的植株 这时候你要记得 它已经放干一阵子 像我这个已经干一阵子 你可以看它已经收干了 所以就没关系它 那过来是一些水草 像这个水草 我已经泡过水 放干一个晚上 所以这个呢 到时候是做保湿用的 保湿用的 那量的多寡 随着你的环境的湿度 有差别的话 你可以做不同的调整 调整 那记得呢 这个呢 很简单 接下来就是铝线 像这个 或者是钓鱼线 或者是网友所说的棉线也可以 都可以 只要你能把它绑住都可以 那还有一个就是木板 像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日本块木板 日本块木板 之前有一个锯木厂 它把它丢出来 算是价格很便宜 很长的一块 四五十块 也非常的便宜 那我利用这个日本块木 块木板 这个可以 这个就可以撑很久 这个我刚才把它锯开以后 它还有香味 非常的香 就是那种块木香 很好闻 那接下来呢 过来就是上板 接下来把这个水草呢 其实这个水草 你要先泡水 那泡完水以后 把它拧干 那拧到 大概八分干 九分干左右以后 你就可以准备好 像我这个是 现在比较干的 因为我放一个晚上 所以它的干 都完全水分都不见了 那没关系 那接下来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个根系 其实已经不用修了 你看它已经把它修完了 如果你有黄色的根系 或老的根系 你先把它修一修 修一修 剪掉 记得再放干 放干 那你也可以涂一些生根粉 或是一些 有一些 如果你剪了以后 它会有那种 可以纸的 有一种像膏状的东西 它涂上去 它会把它粘起来 那也可以 就不会有细菌跑进去 记得你在上板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看你要槽的角度 基本上呢 这个芽点的地方 是它未来要生长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 这个芽点的地方 尽量放在中间 不然到时候 如果你放这样子 它会一直往这个方向长 尽量你如果要让它长中间 你就放中间 就这样子 然后呢 后面可以拿一些水草 把它根部 大概的包起来 大概的包起来 其实简单的说 就是把它包起来 大概 那这时候呢 再用铁线把它缠起来以后 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就等它长根 等它浇水的话 是前面的时候 如果你先放干的时候 像现在已经收干了 就可以正常浇水了 有些会用逼的方式 但是我通常 我的概念是 我不是很喜欢用断水 或者是断根 断水的方式去逼根 那其实我都是按正常方式浇 这正常方式浇 如果你的植树状况是OK的 它会正常会长出根来 所以就不用太担心 那这个呢 其实这一颗的个体是还蛮大 我已经有第二 第三颗还是第四颗的 Messie是上版的 那这个是因为是切芽苗 切芽苗的话呢 它的成长性 它的开花性 大概如果这一只长的状 这一只是通常剪的根 这一只不会开 它那下一只应该会开 如果看你的养的状况 那通常呢 当然如果你能整盆买是最好的 切芽苗是很有趣 就是你可以从头雇 以前啊 在以前还没有做种子苗 那时候还没有流行的时候 都是这种切芽的个体 那切芽个体 我们以前最早 如果是得奖出来的 切芽的个体 我们称为母猪 母猪 所以以前的母猪都特别的贵 你会发现母猪都是出来的 特别的贵 因为大部分母猪都是用 切芽出来的 像这个就是切芽 外面是有在卖这种切芽的 如果你想要上版 或是如果你想要种盆子 都很好种 都很好种 那过来呢 就是用铝线 用铝线 假设我现在是用铝线 铝线其实我比较喜欢 是因为它比较好凹 它就这样 把它绑起来就可以了 就是固定住 不要让它根系跑来跑去 所以就是 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它 整个上到板子上去 像通常是这样子 等一下我再私底下再绑 那这样子呢 以后呢 你就可以 过来就可以浇水了 过来就可以浇水 其实就是这样子 绑起来 那接下来呢 这边看你要打动 还是要怎么样都可以 记得就是你的 你的中心的这个芽 就是这个芽 这个侧芽 这个地方 记得要朝中间 不然它到时候呢 在涨的时候 会一直朝一个方向涨 一直朝一个方向涨 那如果你朝中间的话 基本上它就朝上 因为它的走晶是垂直 它会沿着它的旁边一直走 所以它比较不会歪掉 比较不会歪掉 那这样子很简单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 你要的兰花上板 这种是减牙 减牙完以后的兰花上板 那减牙的兰花 通常为什么会减牙 第一个就是 我需要那个的个体 就是这个个体 真的是非常不错 它的花很漂亮 然后它的颜色也不错 而且它的花 以前很贵 那这一次 这个圆祖可以让我减牙 我就觉得非常的高兴 因为最近收了一堆 MESIMA回来 MESIMA是非常好看 它野性非常漂亮 那加特利亚兰中 是MESIMA 在台湾玩的人不多 因为它的花絮 没有到非常的整齐 没有像有一些兰花 它看起来花絮 就非常的整齐 它比较凌乱一些些 不怕一次开 的话可以开很多 如果你的个体好 养得好的话 它也是可以开个 三五六朵 七八朵以上 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一梗 那如果你大盆的话 都可以开到很多的状况 所以我还蛮喜欢 这个品种 MESIMA 这个MESIMA 那这种MESIMA 其实一样 卡多利亚大部分 都来自于中南美洲 讲中南美洲 大概都不太会错 不过就是 在哪里产的问题 那台湾呢 目前有些的卡多利亚 已经慢慢的多了 像是PR 什么什么什么 或是T什么什么 现在的慢慢都越来越多 像Woke 像Nobilia 这些的现在都比较多 而且价位都比较便宜了 那你要用扇板种也可以 扇板会比较慢一些些 长得会比较慢一些些 但比较不容易得病 不容易得病 因为毕竟它比较容易干燥 干燥就会造成那个疾病 数量会比较少一些些 所以如果你想要扇板种 也是另外一种乐趣 它就不是像我们那种 种在盆子里头 乖乖的 每根的叶子都是垂直的 它就会随着你的光线的不一样 它长的叶子状况就不太一样 好 那这个就是今天帮Meshima 像这个扇板 那如果你有剪牙的话 现在其实有些小的 如果有些像在高雄 或者是在台南 有些兰元的话 有些还会把牙 剪完的牙放在那边 让你买 那尤其是一些原液型的个体 还蛮多的 那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找找看 拿回家种 好 那大概是这样子 今天就是 教大家如何上板 其实这非常的简单 其实就把它绑起来而已 那涂不涂生根剂 我觉得都可以 都可以 生根剂照有说会促进它长根 但是我觉得都可以 都可以 如果你用 你如果用那个 海藻精也有触根的效果 也有触根的效果 大部分有一些肥料 它都是有触根的效果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